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在這一節我們就講講關於本港的消息 著名的古評人David Webb 昨天公佈了一項出入境的統計數據 自從去年7月1日 也就是港區國安法實施的第一天開始 至今年的1月8日 香港的淨出境人數是13萬0723人 即是佔了香港總人口的1.74% 但去年12月1日至今年的1月8日 就有75,100人離開了香港 大概是相當於1%的總人口 這項數字當然令人相當震撼 原來那個大逃港不是說吹水 每100個香港人已經離開了1個 究竟這7萬多人的目的地又在哪裡呢 在說之前首先要呼籲各位有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當然75,100人不會全部都去英國 這個這樣說出來也是天荒夜譚和不切實際 因為一例直航去英國的班機 從12月中開始就已經暫停了 只能夠通過轉接的轉機形式抵達英國 第二就是其實那些機位的運載力 就沒有那麼多 你如果計算40天要走7萬多人去外國 其實每日平均差不多是1800、1900人 所以要知道這個數字的真正意義 應該是從每一個口岸的出境人數去檢視才對 好了 從12月1日至1月8日 從這個機場口岸出境的人次 第二就是17,023人 如果單是計香港居民的話 就是15,650人 這個數字就近磅很多了 也是真實很多 除了大概每一天就是400人左右 至於另外的五萬多人 應該就是經深圳灣口岸回大陸 主要就是這樣 當然還有小部分就是經這個 港珠澳大橋口岸就是過澳門 那個就更加之少 所以主要來說 就有五萬多人回大陸 就很多 因為他們要隔離14天 所以現在翻定去過年 其實你計算一下數字是對的 也有不少那些叫豬兜 就說香港爆第四波了 於是就回上去避疫 去到惠州的酒店又鬼殺禁嘈 又說人家服務不周到 這些就叫做蘿蜜 誰叫你去 是不是 如果說執意要回鄉下過年那些 簡直是不負責任的 明知道現在的情況這麼嚴峻 好心就不要到處摔 就算你說廣東省當局 他都會嫌你麻煩 加重了他們的負擔 別人會這樣想 第二件事就是 如果有些說要避疫的 就更愚蠢 廣東省衛健委 剛剛才發表了一份通告 就叫省內那些居民 就不要周住走了 這樣 一冬天全世界都爆發聲 還被什麼東西 浪費氣 所以早幾天有報紙登了出來 就說有些人回去大陸的隔離酒店 就猛地投訴 又說人家那些飯菜是難吃 又說人家沒有熱水洗澡 又說人家太冷了 皮不夠 沒有人叫你去 對不對 所以我看見這些人 都不值得可憐 你自己走過去 然後又投訴這個 投訴那個 最簡單的 你不去就行了 不去就不會有那麼多麻煩 你不要想著大陸的隔離酒店 跟澳門的隔離酒店 那麼高尚才行 對不對 大陸那些是沒有選擇的 大陸那些是真的這些人都離譜 一下子走那麼多人上去五萬多人 哪來那麼多隔離酒店 當然是有些低檔次的賓館 安排你進去住 想都想到了 對不對 當然他們為什麼會這麼多人回去過年 我相信又跟林鄭那個政策是有關的 因為他說從大陸回香港的香港居民 就不需要隔離14天 如果他拿著那張陰性檢測紙的話 可能有些人覺得 好處了 本來來回都要隔離14天 變了整個月 現在不是 上去隔兩個星期而已 好像優待了很多 湧五萬多人上去 結果有些人就壓支壓座 至於一萬多人 就是去了外國 淨流出的 當然也不是全部目的地都是英國的 但是我相信也為數不少 這個也是在疫情底下 有這麼多人離開香港 都算是一個洶湧的情況 我認為 為什麼呢 因為有兩大不利的條件 第一就是武肺疫情仍然是全球大流行的 大家看看英國的確診數字和死亡人數 是相當驚人的 可以說是屢創新高 可以說是 最高的那天 在上個星期就升到六萬八千多宗 在說單日 死亡人數是過千宗的 你想想 英國人口是六千六百萬人 一天都已經六萬八千多宗的時候 其實就是超過了百分之零點一 一千人就有一個了 是很誇張的數字 所以有些人如果看定些才再過去的 也是無可口非的 而第二個不利因素就是經濟下行 因為歐洲目前有很多個大城市 都是處於封城的期間 你講英國就算了 有很多城市 其實就是封城 封城 都不知道什麼時候才會解封 最快要講二月才會再檢視 所以那些就業的情況一定會變差 所以在這兩大不利因素的影響之下 仍然都有這麼多人離開香港 我覺得算是洶湧的了 如果沒有這兩大不利因素 我相信那個數字會飆升 接下來就再講一下關於葉劉淑儀 她就不知為何很喜歡就著這個BNO的議題 來發言 當然她就是潑冷水 以及喜歡提出一些限制的措施 她就在這個南華早報那處 撰寫了一篇文章 就說大陸也是時候要執行國籍相關的法例 就要禁止香港人擁有雙重國籍 她還建議要畫一條死線出來 什麼死線呢 就是凡在某一個日期之後 獲取到外國國籍的香港人 就會自動失去了特區護照的權利 又失去居港權和投票權 實際她說這些東西出來 無非就是加重了一部分人的移民成本 當然她說那些東西 就是放棄什麼放棄物 其實最重要的是說居港權 老實說 你說那些什麼投票權 哪一個稀罕你香港的投票權 你喜歡投就投 不投就不投 你喜歡去大灣區投也好 小灣區 什麼灣區都好 你怎麼說怎麼好 對不對 你選之前又可以把別人DQ 讓她僥倖入島集 選後又可以DQ 那有什麼意義呢 你找這件事就是找來講的 我想沒有人會為了投票權而留在香港 那至於你說特區護照 其實又是否這麼吸引呢 因為別人也有BNO 在5加1之後還可以拿到BC 英國公民的護照 你說特區護照喪失了 其實對於那些人來說 那個機會成本就不是這麼大 因為有一個替代品 而那個替代品本身也是很優良 其實你說喪失的居港權的問題 就很多人關注而已 喪失居港權就有兩大問題 第一就是會加重了部分人的移民成本 尤其是說那些藍絲 因為很多藍絲 其實就不是說要移民去英國 呼吸這個自由的空氣 又或者使自己的子女 就免受香港的教育制度的分途 而是純粹騎場而已 他去到那裡 可能一不如意 或者5年之後拿了那個BC 就回香港了 就回流了 那就變成堵截了這一幫騎場派 就是那些心裏面十五十六的人 猶疑不決的人 就會使得他們沒有那麼輕易離開 當然對於那些本身 都已經想著對香港死心 都不會回頭的人 其實就沒有影響 你拿了他的居港權就怎麼辦 他根本上都不會回頭 或者對於那些有被捕風險的人 他走了更加不會回頭 是不是 所以其實加重移民成本 就是對於那些藍絲 或者是本身猶疑不決 或者他都是騎場 可能在英國那邊 不如意就會回流 那就變成了 加重了這一幫人的移民成本 因為當他真的回流回香港的時候 他那個年期又要重新計 計算七年 才再轉為永久性居民 第二個問題就是 你喪失了居港權以後 其實是喪失了 作為永久性居民 應有的福利 你說一個人都移民了 他有什麼福利呢 你說房屋大概沒有 沒理由移民到英國 還持住公屋 被人知道也會被人投訴 至於你說拿社會福利金 當然人都走了 沒得拿 所以算來算去 唯一一件事就是醫療 就是說有什麼事的時候 急起上來 可能要回香港醫 就是喪失了這件事 我相信 就是這麼多人都應該要考慮到的事情 你說因為英國現在 當然 你說現在的醫療情況 就惡劣一些 因為那些醫院都爆滿 有些人安排了他去做手術的 都要暫時出院 所以呢 如果是那些長期病患者 就一定要留意這件事 就不要讓那些KOL說幾句 你說很害怕 你首先就是要以自己的身體條件 作為帶前提 這件事我覺得是必然的 當然 至於其他那些什麼 投票權 什麼權物權 什麼浪費 有等於沒有的事情 就說你也沒位 所以最重要就是醫療的福利 另外我看到有些網民整天誤解了 就說葉劉現在這個建議正 一旦他畫了一條死線之後 所有的BNO去到英國就會變成BC 這些是想創你的心 實請葉劉提出來的事情 哪有死錯人才行 他說畫那條死線是什麼死線呢 其實就是在某一天之後 你才拿到外國國籍的人 就沒有了居港權的了 是要你拿到外國國籍才沒有 就是說你還要捱那五加一的 你不要想說他正啊 做了這個就可以立刻沒有了中國國籍 也不是這個意思 所以不要過早高興 那五加一大家是預了要的 至於講強積金那件事情 又跟他畫線是沒有關係的 反正他搞出這些建議出來 無非就是要為那個政權著想 他就不是為那些移民人士著想 這是必然的 所以大家就不要想著 他提出這些事情 反而是令到移民的人有著數了 那絕對是沒有著數的 絕對就是剝削那些移民人士的權利 因為他正正就是想你入了英國籍 或者入了外國籍以後 就剝奪了你的居港權 當然啦 葉劉搞了這些建議 會不會接納呢 就是一回事 但是就算最終真的接納也好 其實也是對部分人會有所影響 因為你說他本身有很迫切的需要移民 又或者他都對香港死了心 他心意已決 無論你怎麼說他都會扯 你對於這班人來說 其實是沒有什麼意義的 當然還有一班就是 他都一心為了 使得自己的子女有另一個教育氛圍 就是不想他接受香港教育 對於那些人來說 就算說什麼居港權什麼什麼 投票權都不會動容 所以葉劉說這些 無非就是扣藍絲居多 我的看法就是這樣 好了這一節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